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 《絕地求生M》特別節目 《絕地基戰樂》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Rex 一樣邀請到的是我們這個 PVP GM的職業戰隊 K7 eSports四名成員呢 今天來到節目 跟我們一起來聊聊 他們的隊伍上面的事情啊 一起來跟觀眾們 玩玩一些遊戲囉 那馬上就來歡迎四位吧 首先讓我們歡迎的是這個對象 哇 顏值跟身高的擔當 JN 大家好 我叫JN 然後我在隊伍擔任隊伐 在遊戲裡面擔任聚集手 對話是可以直接講出來的嗎 你不怕招黑粉 不會不會不會 就對話 哦 所以你在隊上 現在是老大哥 其實因為資地的關係 也算是K7裡面的老大哥了啦 緊接著是這個 K7的新朋友之一哦 我們歡迎Badden小成 大家好 我是K7小成 我是隊內的 突擊手 突擊手 對媽是他 好 我們等一下來介紹對媽 好的 那這個也歡迎加入 K7 eSports 其實我先講一下 兩位這個衣服 上面那個人 是我想像中那個人嗎 對 是JORDAN嗎 這個是我們戰隊的 JORDAN的運動服 太帥了吧 就是我們每週都去運動 老闆會我們特製的 然後我們背後都會有自己的名字 真的假的 站起來 來來來來 Bendy來來 給大家看一下背後 給他看一下背後 背後 哇塞 還有秀ID跟號碼 你們兩個 1號一個0號是 你們兩個 一個1號一個0號是 我已經感受到你彩虹的氛圍 這樣照過來哦 凱琪又來哦 凱琪你們那邊還有缺打掃的嗎 打掃可以有一件嗎 打掃上面是血清潔 那我們緊接著歡迎的是這個 也是新同學之一哦 冠馬 大家好 我是K7的冠馬 我平常在隊裡擔任廢物 混吃等死的那種 然後比賽時擔任指揮 我剛剛以為要當親節公 混吃等死也可以是不是 所以我也是這個 詩論哦 大家好 我是K7的詩論 平常在隊伍裡面擔任 顏值擔當 跟我一樣耶 好巧哦 在打的時候擔任指揮 兩個指揮是不是 上一季擔任指揮 我發現你們 K7的感覺大家這個制服整齊嘛 然後看起來沒有精神 只是有一個人好像有點特別 為什麼私人穿長褲啊 你是不是偶包不敢穿短褲 我腿毛今天才剛休 哈哈哈哈哈哈 除完才要露一下啊 那今天非常歡迎四位來哦 大家相處還OK 很好啊 欸你剛剛指揮哦 很好很好哦 好怕他回去被打壓 四位這樣看起來 是不是有 凱琪你是不是有照著顏值在挑啊 這個人長得挺帥哦 對上誰的粉絲比較多 女粉最多 好誇張哦 女粉最多 這個人媽拔罐 不一定是用機器拔罐 不是用拔罐器具拔 可能是用嘴巴拔的 那是你說的 我好奇問而已啊 他都獨立房 在裡面玩 哎呦 你懂完了 就是四位的話 就是大家都住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一起練習 我沒有住宿舍耶 因為你要拔罐嘛 沒有啦 家裡離宿舍比較近 可以問一下比賽的事情 上一季加進來之後 然後可能有些 大家比較好奇說 就上一季PMP哦 JN你有打嗎 你自己有沒有一些 比較印象深刻的比賽 就是可能例行賽 最後一天最後一把吧 然後就暈了 然後那時候剩下兩隊 剩下我 我們跟那個冤軍 然後那時候我是 剛好被炸到 詩潤剛好浮起來我 然後我大概只有10滴血 然後那時候 剛好我在準備打壓的同時 HC跑出來 然後剛好在我槍線下 然後就剛好放倒 那時候其實詩潤打了90滴血 我就打了10滴 詩潤在那個麥克風裡面 瘋狂的問候 問候你好 為什麼你要問候人家呢 你是 喔 還是很關心隊友的是不是 對啊 關心隊友有沒有吃飽 這是一定要的 總決賽第八場 在Y層的時候遭遇FUN PLUS 剛好他們跳Y層 所以他們一開始就收很肥了 就在Y層裡面 但是我們是 在農場區打野隊伍 啊 那我們選擇提速到圈中心 找偵察位 但是我們到了時候 FUN PLUS居然沒有跟我們 增強那個偵察位 感覺是有點算他們失策 喔 搶先了一步 但是FUN PLUS的反應也很快 他們馬上就 就是在對我們施壓 然後有派 就是 偷偷摸過來打掉 想要摸你們屁股 對 想要把我們打掉 他們偷襲我們的時候 我剛好跳在海裡面 開潛水了 對 我第一時間被打殘了 其實他跳海也是個贊助嗎 就是當下沒有急救包 比較尷尬的情況下 唯一能想得到最好的方法就是 跳海拉槍線 那你後來有上岸嗎 有啊 就是上岸 然後一個彈夾打兩個 然後就成功反包夾了 不錯喔 挺秀的喔 跳個海的戰術喔 沒聽過 大家都知道K7的話 你們對上的隊長 就是凱琪也算是 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個 就實況界的前輩嘛 那平常他有照顧你們 會常常來看你們訓練狀況 什麼的嗎 幹嘛 會買蝦子給我們吃啊 蝦 蝦 蝦子 喔 蝦子 他有說什麼嗎 邊補一下是不是 我只能說 難怪你們對我這麼肉欲 不是沒有道理 那看起來這個 四位都還不錯 練習的時候也看看 接下來會不會有些 這個 氣候度上面更好的表現啦 那今天呢 我們也請到四位來分享一下 就是 很多玩家們自己在玩的時候 對於一些槍械上面的使用 可能比較好奇 誒 這步槍要怎麼用啊 衝鋒槍怎麼用啊 鋸槍怎麼用 誒 今天剛好 請到了四位高手來 一定要來請大家秀一下 我們首先就先從步槍開始好不好 對上誰步槍開始比較把握 我 顏值擔當 步槍上面的話 大家應該現在還是比較喜歡用M4吧 對對對 7.62槍這麼難用嗎 應該說 M4在 賽場上的發揮比較穩定 因為通常我們打比賽的時候 每個隊伍都有一個距離 先拿一些比較穩定的槍 先放掉對方 那步槍的話 兩位也是一樣差不多 就是M4比較喜歡用嗎 還是 我很少拿 U不拿衝鋒槍 很少 只有落地才會 所以 對你來講就是 你還是比較喜歡穩穩的發揮嘛 對對對 大家又會好奇握把 你覺得握把有差嗎 我覺得有 有裝背鏡的時候我會用直角 裝紅點的時候我會用錘子 我一直以為 直角是拿來壓槍的 因為它 開鏡速度會增加 但是如果是紅點的話 開鏡速度已經是最快的直線了 所以不會 不會因為裝了直角 所以提升開鏡速 好的 那你這邊有什麼步槍上面的小技巧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我是六指駝儀 六指 我壓槍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是靠手 先壓住前五發 後面 幾發用駝儀去控制 你前五發會用手指頭去拉 然後 後面才會用駝儀去控制 一開始用駝儀可能會 沒辦法第一時間去適應它的後座力 突然增上去 對 所以我一開始會選擇先用手挖 把那個穩定度先降下來 哦 比較好奇喔 你們都有在就是 要練什麼六倍的壓槍之類的嗎 我個人是都只壓六倍 這麼帥 比較習慣目標大一點 如果目標太小的話 我看不太清楚 點個遠的吧 沒點到的等下請吃宵夜喔 可以吧 這應該還可以吧 做人的 做人的靶子 來看一下 哎呦 哎呦 其實你的準心就是 還是控制在那個小圓圈裡面 因為距離力拉長其實槍就蠻難壓的 你子彈飄了 然後你還能控制在那 而且你壓在頭上耶 最會射的那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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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跟靶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哇好帥好帥 各位觀眾不知道 剛剛我們看出來 他剛才打那個靶的時候 打完一個馬上切掉下一個 而且是很穩健的 就把準心控制在那個靶的上面 那大概大概是這樣 你可以幫我們給個步槍 你自己的排名嗎 我覺得 556最強的就M4 然後 762最強的我覺得是這把 MK14 他射的時候 敵人聽到的聲音只會是一發 這個巨槍使用上面有什麼心得嗎 基本上我通常就是比較W穩健的 不像是有些人會就是 一直開鏡一直扭頭 我就是 比方說準心會 預設別人的出來的地方 嗯 那通常就是可能原本是趴著 然後起來再站起來就一發了 嗯 其實狙擊槍的話 N24跟98k其實都是一樣的 以比較好用的話 我還是會排98k 因為比較常撿到 因為我最近 比較常玩762的 556太多人要了 很煩 一直跟你要子彈 就沒有 就很少還一直要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常常被隊友罵 好的 那這個 槍械的部分呢 剛剛選手們也稍微分享一下 他們自己的一些這個 心得啦 好的 那這個 這部分呢 也感謝這個選手們的分享 那等一下 分享完之後 後面有實戰的部分喔 這個實戰部分 記得不要落虧好不好 因為今天呢 選手們有比之前兩個禮拜 更多 欸 上場的機會了 上次是 你知道那個金鴻啊 還有那個什麼 老四來他們在那邊給我玩畫畫 呵呵呵呵 今天呢 幾位有比較多的 跟觀眾們互動的機會喔 因為我們接下來 等一下呢 要進行的是這個 絕地大挑戰單元 那今天呢 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都有很多的機會跟他們玩 等一下呢 先要進行的是 這個倉庫死鬥的部分 四位呢 一組 然後要跟我們的觀眾來PK喔 而比賽開始喔 我們等一下進行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 競技的倉庫 看看我們KC戰隊 他們在 正式地形賽開始之前 這個槍練習的如何喔 畫面上面已經開始喔 巨戰鬥開始 還有三秒鐘的時間 為什麼我是噴子啊 為什麼拿噴子 我怎麼知道為什麼我是噴子啊 你為什麼拿噴子 欸你太演了吧 欸 對不對 你怎麼拿噴子啊 S686啊 我的體驗兩管 打出去自己血纏了 只有兩顆 但對面三顆領先的難不成 要被對方教育一波了 還是你們 是來送禮物的 三比四現在追平了 跳射一波 有把對方帶走了 冠馬還在他的S686之夢 冠馬如果你 結束之後可以殺五個的話 你就成功了 你知道嗎 側腦斯倫抓到對方一個 出擊放心點 怎麼是隊友炸掉咧 欸 這一分把冠馬炸掉了 那個速度 又殺到了那個冠馬 換上了這個另外把槍之後成功的擊殺了 S12K啊 你怎麼還是閃彈槍 我的天 滑在地板上還跌倒 進入到最後十顆人頭 三二比三一 非常緊喔 究竟誰可以獲勝還不好說 直接進去這個對槍 殘血很可惜 沒有機會反殺彈 把對方血量壓殘了 我感覺冠馬這個S12K好像不夠力了喔 雷炸下來小塵血殘了 31比39 最後一顆 斷殘斷殘 這怎麼都是剩一 沒有人血啊 哎呀結束了 烈擊生打了二十一個耶 他們兩個都在演 我覺得 我看到了 你有什麼雷炸到隊友啊 有好好丟 那我給觀眾送福利的 那等一下呢 我們一樣會開一間新的房間喔 四代打決定雨林 而且這次規則呢 跟前面兩週又不一樣了 因為等一下四位要拆開來 各一隊 所以總共會有四隊 那會配上我們這個另外十二名的觀眾朋友們喔 獲勝的話呢 一樣會有小禮物 那擊殺這四位的人呢 也會有小禮物好不好 這個扭蛋箱裡面 會有他們等一下的限制 就是可能只能用手槍 可能只能用狙擊 我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但是呢 一定是很過癮好不好 開槍開槍 我們等一下一個一個開喔 看看你們抽到什麼東西 哈哈哈哈哈哈 攤子 我嚴重懷疑這裡面有作弊耶 給命啊 怪嘛 難怪你剛拿閃彈槍 你是不是先知的英文台來的 那其他人呢 這個JN你拿什麼 你怎麼也是閃彈槍 手槍手槍 手槍 閃彈槍 手槍 手槍 散彈槍 手槍 好 等一下比賽開始的時候呢 就會直接進遊戲 那記得喔 只是拿剛剛抽到的武器喔 我發現剩下幾個槍都還不錯 為什麼你們就可以抽到最死的那幾個區 好 比賽開始囉 這航線的中間偏上 但因為是小道爾 你拿這一把好可憐 好多槍講啦 小辰你背上的槍好像長得怪 小辰剛剛畫面沒帶到的時候 身上背內把衝鋒背內把 步槍帶到 趕快丟下來 有手槍嗎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拿鐮刀要割芒草呢 紅點小手槍 旺槍 旺槍好 呃 沒事的好 不少我看 正前方有另外一隊人 就卡在防區 近距離 哎呀又被打到在翻的同時 被他們閃身出來點掉了 這真的 完全只能靠隊友了 哈哈哈哈 你怎麼感覺跟其他人很遠啊 哈哈哈哈哈 大部分的隊伍呢 都在地圖上半步 我現在從右上進圈 不知道哪裡把手槍 還被卡在基地裡面喔 正前方有另外組 是我們14號的隊伍 小狗啦 你現在卻死了 怎麼你死掉了嗎 還是沒 失論 還是被卡在屋頂喔 動彈不得 找不到一個破口能打 你有沒有覺得 你現在有後悔跳基地嗎 蛤 為什麼會想跳基地啊 因為我就是基地罷子 他喊兄弟 他三個兄弟跟他一起玩耶 真的喔 你三個兄弟都先走啦 你自己覺得雨林 裡面最難打什麼 說左上島的那個圈嗎 左上島那個地形 就是那個石頭山 就一定要搶石頭山嗎 對 那個 只要先上去的 後面上去的基本就打不贏 看到嗎 穩住 一槍 哎呀 可惜了 打殘蛋沒死喔 側邊對方反擊來得很快喔 開了一槍之後馬上破壞之後 要往後退 但在左閃右扭 情況下不行啊 下打上 小黑倒了 這是一個 三打三喔 最後的決鬥 我覺得不一定喔 好晃生出來先打了一個 企鵝 另外兩個人是卡在同一間房間 哇企鵝在前面同時吃到對方 加在房屋區 一點打了兩個人 恭喜他們拿下最後的勝利喔 四位 有沒有覺得很悶 你旁邊那個剛剛一直喊跳基地 然後就沒被配到最下面耶 基地呢 我開場就當小狗啦 你有沒有很後悔 跳基地啊 沒有啊 還好 差一點就贏了 手槍 我覺得就只是 很不巧啦 千韻很差 手槍跟散彈槍喔 真的 不然各位也是 還算蠻有機會的啦 那今天 上節目 四位覺得還OK吧 可以拿武槍 就是KG這邊有沒有什麼隊伍的 規劃啊 行程啊 或者是個人的一些 想要什麼經營 想要分享的嗎 趁這個時間點 我們隊伍每個人都會有粉絲團 然後都會過去開幾播 那趁現在大家把自己粉絲團名稱講一下吧 我現在做KCJN你大哥 然後我就是KC小陳 他叫KC冠馬 你是女粉最多的粉絲團嗎 應該 因為他那個詩啊 詩啊 我一看就詩了 英文跟中文都有 英文 你說詩潤然後併中文 併中文 KC是詩潤 所以四位的粉絲專業呢 剛才講了 大家可以幫他們點讚一下 最近開始 屋頂辦那個娛樂訓練賽 大家可以一起來練習 不管是基階隊還是素人隊 所有隊 所有人想參加都可以嗎 對對對我們到時候會發放 發在訊息發在虎逼的討論區 希望大家在接下來 接下來的這個比賽裡面呢 更加油來 期許就是四位有好表現 感謝大家今天來上節目好不好 記得 喜歡他們的 要去發表一下他們的粉絲專業 他們也會開直播 然後如果對於K7的這個娛樂訓練賽 有興趣的朋友們 也要follow一下凱奇 他的粉絲專業也會公佈 那今天呢 絕地Transton Heaven這個 絕地基戰樂的節目 就到此結束了 謝謝大家也謝謝四位好不好 我們這個之後再見囉 掰掰 掰掰